真言第二十二章 每名胜破大财 恩宠强如金银 户户穷人在世相遇 都为耶和华所造 通达人见祸常躲 愚蒙人前往受害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识 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 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 交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户户管辖穷人 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撒罪孽的必收灾祸 他惩怒的账也必废掉 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糊 因他家食物分给穷人 敢出现万人争端就消除 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 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 王必与他为友 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 却轻败奸诏人的言语 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 我在街上就必被杀 淫雾的口围深坑 耶和华所真悟的必陷在其中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账可以远远赶除 欺压贫穷 未要利己的 并受你与户户的都必缺乏 你须策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 留心领会我的知识 你若心中纯净 嘴上咬定 这便为美 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 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磨虐和知识的美事 我岂没有写给你吗 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实理 你好将真言 回护那打发你来的人 贫穷人 你不可因他贫穷 就抢夺他的物 也不可在城门口 欺压困苦人 因耶和华 必为他便屈 抢夺他的 耶和华 必夺取那人的命 好生气的人 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 不可与他来往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不要与人挤掌 不要为欠债的作保 你若没有什么偿还 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 你不可挪移 你看见半世殷勤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真言第23章 你若与官长作息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你若是贪食的 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 不可贪恋他的美食 因为是哄人的食物 不要劳碌求护 修葬自己的聪明 你岂要定金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 如鹰向天飞去 不要吃恶眼人的饭 也不要贪他的美味 因为他心怎样失良 他为人就是怎样 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 他的心却与你相悖 你所吃的那点食物 必吐出来 你所说的甘美言语 也必落空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想示你智慧的言语 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 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 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他必向你为他们辩驱 你要留心领受训诡 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不可不管叫孩童 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免下阴间 我儿 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你心中不要极度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我儿 你当听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 引导你的心 好饮酒的 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必至贫穷 好睡觉的 必穿破烂衣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你当买真理 就是智慧 训悔和聪明 也都不可卖 义人的父亲 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我儿 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 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既女是深坑 外女是窄景 他埋伏好像强盗 他使人中多有奸诈的 谁有后患 谁有忧愁 谁有争斗 谁有哀叹 谁无故受伤 谁眼目红刺 就是那流年饮酒 常去寻找调过酒的人 酒花红 在杯中闪烁 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烟舒畅 终久是咬你如蛇 刺你如毒蛇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 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 你必像躺在海中 或像卧在桅杆上 你必说 人打我 我却未受伤 人鞭打我 我竟不觉得 我几时清醒 我仍去寻酒 真言第24章 你不要嫉妒恶人 也不要起义 与他们相处 因为他们的心 涂谋强暴 他们的口谈论坚恶 防无因智慧建造 又因聪明立文 其中因知识 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智慧人大有能力 有知识的人立上加力 你去打仗 要凭自磨 磨事众多 人便得胜 智慧极高 非愚昧人所能及 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 设计作恶的 必称为奸人 愚望人的思念 乃是罪恶 泄漫者 为人所憎恶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需拦阻 你若说 这是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 岂不明白吗 保守你命的 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吗 我儿 你要吃蜜 因为是好的 吃风凰下低的蜜 便绝甘甜 你心得了智慧 也必觉得如此 你若找着 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 也不致断绝 你这恶人 不要埋伏攻击 义人的家 不要毁坏 他安居之所 因为 义人虽七次跌倒 人必兴起 恶人却被祸患 倾倒 你仇敌跌倒 你不要欢喜 他倾倒 你心不要快乐 恐怕耶和华 看见就不喜悦 将怒气 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不要为作恶的心 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 恶人 因为恶人终不得散报 恶人的灯 也必熄灭 我儿 你要敬畏 耶和华与君王 不要与 反护无常的人 结交 因为 他们的灾难 必忽燃而起 耶和华与君王 所施行的毁灭 谁能知道呢 以下 也是智慧人的真言 审判时 看人前面 是不好的 对恶人说 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列邦必真悟 责备恶人的 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 也必临到他 应对正直的 犹如与人亲嘴 你要在外头 预备公料 在田间办理整齐 然后建造房屋 不可无故 做见证 陷害林舍 也不可用嘴 欺骗人 不可说 人怎样带我 我也怎样带他 我必照他所行的 报复他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 长满了地皮 赤草 遮盖了田面 石墙 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讯悔 在碎片石 打盹片石 抱着手 躺握片石 你的贫穷 就必如强盗树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